你干什么你 我干什么 大华 你可要考虑好了 你确定要和我离婚吗 我一定要给你这个泼妇离婚 我泼妇 你把你的女人当成泼妇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色呀 我告诉你 离婚也可以呀 行 你呀 给我五十万分手费 五十万 你都知道我工资破产了 还跟我要五十万 破产 你公司破产关我什么事 既然你要和我离婚 你要赔偿给我 清真随时费 五十万还算少的呢 你想的没 我是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再说我现在也没钱 不给钱是吧 那行啊 不给钱咱就不离婚 咱就这样拖着呗 行 你给我等着 我去给你拿钱 这也差不多 这么大公司破产 五十万就拿不出来吗 给你要的钱啊 不是大华 这钱也不够五十万啊 我只有那么多 你爱要不要 你拿这点钱就想把我打发了 没没儿 我告诉你 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亏我以前对你那么好 大华 你也说了 那是以前 以前你公司那是没破产 现在你公司破产了 性质不一样了 我告诉你大华 这个钱我必须拿大手 如果拿不到手 我给你没完 真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想的 找了一个这样的女人 这 这我该怎么办 来了 这大华来了呀 小红姐 我这进来 就是想 借钱是吧 你哥跟我说了 阿斗哥跟你说过了呀 小红姐 我这次 就是想找你借五十万 行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我去给你拿 稍等一会儿 好 大华 这张卡业有五十万 你先拿着吧 这 这真是太谢谢你了 太谢谢阿斗哥了 你呀 先拿去用吧 不用谢 那小红姐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嗯 好 慢点哈 这个死大华 说好的今天把钱拿过来给我 这都等多久了 还不来 还不来呀 发死了 拿着 这里面啊 有五十万 早就应该这样做的 密码是多少啊 密码啊 就是卡号 后六位 我告诉你 最好是这样 如果里面没钱的话 我给你没有啊 你知道吗 你瞅瞅你那样 一点出息都没有 这狠心的女人 我这该怎么办啊 这人也没了 钱也没了 现在都没有钱生火了 这到底该怎么办啊 不行 我不能这样 我一定要 要把自己的公司 给救活 喂 陆哥 哦 大华呀 你找我什么事啊 陆哥 你 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啊 什么 借钱 陆哥 我借不多 我就借一点 借多少呀 你能 借我五十万吗 五十万 大华 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呀 你不知道吗 现在呀 借钱的是大爷 要钱的是孙子 我呀没钱借给你 陆哥 你就帮帮我吧 你也知道 我这刚离婚 你的那点事呀 我都知道了 公司呀 也快破产了 媳妇呀 也跟着别人走了 行了 我呀 没钱借给你 挂了 这 喂 小红姐 哦 是大华呀 小红姐 这你 能不能再借给我五十万呀 还借呀 你看 小红姐 我这刚离婚 这生活也过不下去了 我想把我自己的公司 给救活 现在差点资金 不是 上次你借的钱 都还没还呢 现在又借五十万 小红姐 您放心 上次啊 公司破产 就是因为资金没有到位 您放心 这次啊 我肯定能让我的公司 东山再起的 哎 大华呀 你也知道 呃 我们 挣点钱也不容易 这样吧 小红姐 等我工资起来了 我还你钱 而且啊 再给你分成 而且啊 我看中了一个很好的项目 我相信啊 这个项目 肯定能让我赚钱的 小红姐 你就相信我吧 哎 那行吧 我回头跟我老公 商量一下 到时候再把钱 给你打过去 真的吗 小红姐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哎 不谢不谢 啊 再挂了啊 行 这次啊 公司有救了 我 一定要让那个女人后悔 三年了 这公司啊 终于坐起来了 喂 小红姐 哎 是大华呀 你 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 有 你说 你能不能来我公司一趟 去你公司 是啊 现在啊 我公司啊 终于坐起来了 我想把钱还给你 那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了哈 啊 行行 这做人啊 一定要知人图报 欠别人的钱啊 一定要还给别人 请进 哎 大华 小红姐 小红姐 快坐快坐 好好好 小红姐 当初啊 真是多亏了你啊 不然啊 我现在还没有这番成就呢 哎 这还不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吗 哎 哎 这是啊 但是啊 总而言之 还是得谢谢你 当初啊 我找很多人借钱 他们啊 都不借给我 唯独你 借给了我 所以啊 我要好好感谢你 哎 说啥话呢 兄弟之间不是都该帮忙的吗 小红姐 这里啊 有你当初借给我的100万 而且啊 里面还有分成 一共180万 你拿着 哎 行 我先拿着 来 这听说啊 大华现在有钱啊 当了老板了 这我现在会呢 也不行啊 不行 我得去找他去 小红姐 今天啊 你就别走了 哎呀 又走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听说你现在很有钱 所以我就过来了 再怎么说 我可是你的结发妻子 曾经的 你还有脸说 你也说了 那是曾经的 现在我有钱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啊 赶紧滚 大华 你听我给你解释吗 请进 啊 这又来了呀 来 小红姐 啊 在家呢 在家 小红姐 我托你 帮我一个忙 这个银行卡 你能不能 帮我交给大华呀 我交给大华 你为什么不亲自交给他呀 小红姐 你也知道 大华他工资呢 也快破产了 我呢 也给他离婚了 我就想着 以你的名誉 把这 五十万 给他 那你对他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这不是他的公司 快破产了吗 他呢 最近也一直在颓废 我想着 用离婚的方法 来激励他 让他振作起来 所以 这五十万 小红姐 你帮我交给他 好吧 那行 麻烦你了 小红姐 哎 你真够为难你的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小红姐 行行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是真的吗 大华 肉肉说的 都是真的 大华 你原谅我吧 大华 肉肉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也是为了你呀 大华 你就原谅我吧 大华 肉肉 这些年 让你受苦了吧 我不苦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愿意 大华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们能不能复婚呀 复婚 咱们啊 一定要复婚 我不会让你过上苦日子的 以后你说什么 我都听你的啊 肉肉 大华 走 咱们去复婚好吗 走 肉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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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